我可能就是那种传说中在爱里长大的孩子 童年的记忆里 妈妈总是陪在我身边 她用爱把我围了起来 这样的爱里 世界好像都纯净了 我天真浪漫地长大 坚信地认为 只要她在 我就不会受伤害 直到有一天 我早已经济独立 却仍然会觉得 自己只是妈妈的孩子 直到 你听声音低的人说话你就听不到 什么 你听声音低的人说话 你是听不到的 你的声音什么听不到 你听声音低的人说话你就听不到 听声音低的人听不到 对吧 不是 就让你们吃饭那天 我知道你听不到 我听不到 还有一天你们讨论工作 我只知道你们发音 但你们说什么 除非你们笑的声音特别大嘎嘎 其实妈妈耳聋的问题 早就存在了 一开始只是需要对着她听了好的那边耳朵说话 再后来呢 要提高音量和她说话 最近每次见面都觉得 即使提高音量 她也经常听不到 只能面对面讲话 因为她可以读唇语 妈妈你拍过杂志吗之前 拍过 没有 这是你第一次吗 你说你这个化妆挺 你们也挺牛的 背对着 给人家画 我自个儿都画不好 但是妈妈很聪明 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 她总是滔滔不绝地讲自己的故事 只要她听得少 说得多 看上去就没什么问题 她还是那个开明的 活泼的 总是能和年轻人打成一片的妈妈 这都是我看她们长大的 我看她们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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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自己稍微舒服了 没有 有时候我看我自己招静了不舒服 想给自己打嘴巴 哭过去 你知道我有一特长 什么 我就有一特长 一技之能 就是不用压舌板能看着行人锤 展示一个 那大夫的压舌板无效 就是因为这个老师打电话 你是竹子的妈妈吗 我说对 想象中出大事了 问题非常严峻 您必须今天得来学校 给我吓死了 开车就去了 去了之后老师就说 你知道你女儿早恋 还是第三者吗 我说你十三岁还是 上十三岁 十三岁 初二 初二 她们那时候住宿嘛 说在宿舍里发现一本 一个日记本 上面她都是她的 和谁好 和谁好第三者 谁是谁情夫 她是什么 其实我不知道 就是别的妈妈 去给孩子开家长会也好 或者老师找妈妈 去担谈也好 就是说有可能会 妈妈回去之后 会跟自己的孩子来说 老师找什么 但我从来不说 可是我很清楚 很多时候 她是要靠猜的 很多时候 她是听不到的 你知道这耳能 现在给我变成了 一种什么声音 就是有点相对 不快自闭了 其实挺自卑的 就是耳朵听见 是件很自卑的事 尤其就是自从疫情 不是我都戴口罩 你懂吗 特别的痛苦 不管多好的 竹听器 竹子 她都会听到 你听不到的声音 知道吗 你们家任何有带响的东西 都会传到我的耳朵里头 不管是说话 比如我特安静的看书 我带着竹听器 绝对不能带 你就做了很多实验 就家里头有任何一个声音 因为她不是很高级 你懂吗 她就会聚集很多的声音 都在这儿 你就别老道听徒说了 你自己带过吗 你带过是最适合你的吗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是听别人的 完完全全就是没有用 就你要自己去试 就如果我自己试过了 确实不合适我 那我就放弃 但如果你试都不是 我没事 我没事 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厉害呢 我觉得 你现在很严重 我现在是很严重 就是你现在我会感觉到 就是你听不到别人说什么 如果就是枪门有人进来 你也听不见 就如果说有匪徒来了 你也不知道 你爸就怕我什么 说以后过马路有的那声音 对没错 不是很大声音 他马上见 你都听不见 他说你听不见 你撞死了 或者是 比如你在看人家的东西 这车从后边来了 你没听见 没有可能 他说这很危险 他说人和人倒无所谓 你听不见 我大点声音就大点声音 他说当然这种 这种事情 他说是件很可怕的事情 你爸认为 变成成年人这件事 并不是一个瞬间 在我的记忆里 它是由无数个第一次组成的 第一次喝酒 第一次开车 第一次恋爱 第一次失恋 第一份工作 第一次独自旅行 第一次租房子 第一个宠物 第一次帮助陌生人 而对于一个从小到大被妈妈宠大的孩子来说 即使是经历过很多第一次了 即使我已经经济独立的过着自己的生活 即使我看上去应该彻彻底底是一个标准的成年人的样子了 让他意识到妈妈的魔法在消失 妈妈不再是世界的保护者 妈妈的样子开始变得平凡 甚至脆弱 原来妈妈说不要 并不代表着真的不要 原来有一天 你要开始为妈妈做决定 你要站出来 保护妈妈 拥有这样的感受 也是变为成年人后的第一次 深刻的一次 决定性的一次 你知道现在不是耳鸣了一样 你妈 有多脑鸣 你能想象出 就脑的小 三个小 所以经常会影响我睡觉 但我人好像挺皮实 你发现了吗 要一般人 我的王女士和对象 您的出生年月日是 他听不到 您的出生年月日 这就是个麦克风 它就是个 就是个 把那个记忆信号变电信号的 就是我们俩我嘛 现在几个方案 就是中心器 能用简单办法 就其实很小 放到耳朵后面 基本上看不见 根本就看不出来 头发一挡 我们往这边转一点 完全看不出来 您可能刚开始出生带的时候 我真清楚说话 真的 你小点声 不着急啊 已经不一样了吗 不 这个目前应该是 佩戴最舒服 而且是最隐蔽的一个型号 你现在听他说话清楚吗 清楚 我都不习惯了 你现在能听得见我说话 以后我都摘了 你们说秘密的时候 我都摘了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家打包 我现在说话 你听得见吗 谢谢 我靠 什么特小声啊 对啊 这也听得见 现在你们要想说我话 我跟你说 说不了你换话了 对 跟大家汇报一下 就是顺利的帮我妈 装上了竹听器 然后没有想到 现在竹听器都很小一个 然后就可以藏在耳朵后面 也不会被发现 她就还挺满意的 因为她就是一个很爱美的人嘛 然后戴上竹听器之后呢 马女士形容 就好像是盲人 突然看到了光明 然后我听到 也觉得心里非常的开心 可能我们都会时不时的去思索 到底什么是生命的意义 这里面可能有很多很大的 很高级的哲学的答案 但是当这样可能更平凡的小事 在我的生命中发生的时候 我会真切的感觉到 生活的意义无非就是 你爱的人在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可以很慷慨很大方的 站出来跟她说 我来帮你 交给我 你就放心吧 想到这种时刻 会觉得好像工作和生活 都更有动力了 对我而言 真切的会感觉到 为了这样的理由 活着 挺幸福的 挺开心的 我现在在这前面这么说话 你听得见吗 听得见 你就带了一个 一会儿该换多少 带一个就提 也可以 带一个已经提高了一大半了 原来根本交流 根本完全听不见 完全听不见 带一个已经提高了 跟她自己提高了百分之六十了 现在你听得见吗 我们俩说话都听得见吗 百分之六十 对 那原来更不可能的事 好多了 不用嚷嚷了 这就是妈妈的故事 或者说是我的故事 从一个悲逆爱的小孩 慢慢变为一个成年人的故事 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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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了